剛剛我們是用直接找名家的 現在呢 你一樣在這個位置 其實還有一個蠻特殊的 就是讓你自己寫 因為名人沒寫過的 你會寫啊 了解嗎 因為有些字 古字 畢竟有些東西比較少嘛 那我又要這個字 可是我要找名人代言 怎麼辦 沒辦法啊 只好自己代言啊 那我可以問一下各位 因為你平常自己寫字好看而是不好看 大家都微微笑一下這樣 代表一件事情寫的不好看對不對 跟我一樣 沒有關係 來 這個軟體我已經有下 已經有放在各位桌面上了 那個位置的齁 來 你看一下 有沒有一個叫讓你變成書法名家 一樣是剛剛那個位置 一樣不用安裝 點兩下打開 當然如果你回去有需要的話 你也可以從我這邊下載 這樣了解 這個軟體很小啦 好 打開 裡面有一個執行檔 就是這個 這個你把它執行一下 好 進來之後呢 會有兩個 兩個視窗 你想要用A視窗 用B視窗都沒有關係 好 這兩個都可以 請問一下 我們最近不是流行 每一年都要寫一個字嗎 最近那個好像上禮拜日本人有寫出來嘛 今年是什麼字 蛤 你不知道 變 轉變的變 因為今年變很多嘛 對不對 很多 國家的領袖都變啊 哈哈哈哈 嘿嘿 那你可以寫那個字啊 比如說你看我就寫啊 其實如果說啦 你的電腦有那個繪圖筆是更好 那我們現在是沒有嘛 所以你只好用什麼 用滑鼠寫啊 好 如果你寫這樣 請問 你敢拿去給人家嗎 通常會放在廁所對不對 而且不能放在外面 現在裡面那一面 哈哈哈哈 了解 所以我們來改造一下 有沒有看過那個電視上有 有節目 卸妝前卸妝後 有沒有判若兩人的很多嘛 哈哈 那我們試看看喔 首先你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字型 你可以看看你想要怎麼樣 變成行書還是要炒書 還是你要變成像這些書法名家一樣 有沒有哪一個你認識的 王羲之 有聽過 書室 黃庭堅 徽宗 徽宗叫壽晶體嗎 對不對 還有什麼八大三人啊 劉庸這個應該都有聽過 好 如果你想要用草書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囉 你把它按一下吧 有沒有草一點 有齁 來我們在這邊 如果你不要太草 你可以讓它收回來一點 這裡還有筆麥 有沒有 你要筆麥清楚還是比較模糊 然後比較輕一點 字會變那個 所以我這邊已經很小了 那 連綿 知道什麼叫連綿嗎 蛤 不知道 欸 你有看過那個嬰兒小朋友嗎 比較小的朋友 會老嬤嗎 叫做什麼 會牽絲啊 有沒有 滴下來 還不會馬上滴下去 哪會有一條絲 這個叫連綿嗎 這樣有沒有字連在一起的 在這裡 這裡是有連在一起的 了解齁 知道什麼叫連綿 寬度沒有問題啦 就是我們底的寬度嘛 有沒有 欸 好 什麼叫做易陽遁錯 這個應該會比較明顯 就是粗根細會比較清楚 那什麼叫非白 嗯 非白 用台語也是很乾淨 會逼切 有沒有稍微 有沒有 墨水不太夠嘛 這樣了解了齁 這樣你有沒有比較敢寫字給人家的 我們先看使用前 使用前 使用後 使用前 有沒有好像潘若良人 哈哈哈哈 了解了齁 所以如果你做好了 你可以從這邊 你如果把它存起來 下次還可以再改 就它有自己的原始打 那我們現在 就先不存啦 我就直接輸出 那重點是 你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幾種格式 上面這三種 是點正的 下面這兩種 是不是向量的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我一直在 打預防針 告訴你說影像的格式 然後那個 像素怎麼算 因為這個是跟我們後面會有用到 那 稍微留意一下 那如果你有用了我們剛剛的一個 效果 叫非白的話 只能存成點正的 也就是說 你存成向量的部分 非白會不見 因為向量沒辦法算非白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般的 你這兩個周沒有問題 這樣OK嗎 只有非白那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所以如果你存好了 一樣的 我當然如果可以 我就用 是不是用向量的比較好 對不對 我就用SVG 好的 一樣的 你就看你要放在哪邊 給它一個名字 好 存起來 那後面應該各位知道怎麼做了吧 轉換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丟出去了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呢 給你玩看看喔 你用左邊用右邊都沒關係 當然 如果你的那個筆的顏色要改 可不可以 可以 在上面有一個叫色彩 有沒有 你進來之後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自行改變一下 因為大部分我們寫書法都是用墨資嘛 但是如果說 我想要有不同顏色 你就自己來這裡設一下就好了 好 還給你啦 給你試看看